而说着说着呢 这美国送给韩国的100万交生疫苗 凌晨的时分呢 已经抵达了南韩 韩国的空军运输机 载着来自美国运来的疫苗 黑夜当中降落的是首尔的机场 那么机上呢 有超过100万剂的交生疫苗 是上个月华府美韩峰会时 拜登承诺 文在寅呢 必须协助韩军接种的疫苗 不过因为南韩FDA警告 交生的疫苗不适合30岁以下的人施打 所以南韩呢 当局就决定了 这批疫苗将会提供给后备军人使用